欢迎订阅甜蜜君,看剧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甜蜜君 今天继续分析今生有你,第七期 最让人疲惫不堪的 往往不是路途的遥远 而是心中的苦闷 叶尔森在弹尽怀里哭泪了 泪痕勾勒着遗憾 她怀里的温暖,如庆人心脾的肝泉 滋润着她的心 她躺在床上颤立着 委屈的泪水素素的流了下来 无声的诉说她的愧疚 一声声压抑的,痛苦的唏嘘 仿佛是从她灵魂的深处 艰难的一丝丝的抽出来 她拉住了弹尽的手,不舍得她离开 像一个在烟幕来临时迷路的孩子 怕黑,怕孤独,怕她离开 轻抚着她的发丝 那一抹心疼占据了心间 那些被自己深埋心底的往事 拥有的,失去的 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夜的香气瞑漫在空中 诉说她那绵绵无尽的心声 她紧紧的拥抱着谈静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仿佛陶醉在童话中的王国里 黎明的曙光皆去夜幕的青沙 吞噬了阴霾,照亮了每一个角落 在你怀里睡醒,大概是最幸福的事 谈静温柔的望着她 依依不舍的松开了她的手 昨日的温存成眉宇的一抹欢心 念雨声被豆浆机吵醒 朦朦胧胧的睁开眼睛 无措的看着这陌生的环境 恍如梦中,她小心翼翼的 轻手轻脚的走出房间 生怕进行这场梦 她不可自信的看着谈静做早餐的背影 这个场景曾无数次出现在梦中 环视着周围的一切 这个谈静住了七年的地方 墙上都是平平的照片 还有她画的画 这是她所向往家的感觉 有她,有他们的孩子 尽管房子简陋,依然温暖 一张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 提醒了她只是个客人 阳光暖暖的铺在桌上 温暖了她的心田 她低头不语 清醒后的无比尴尬 看着一桌子的早餐 却无从下手 她缓缓的 不可自信的摇起一勺粥 送进了嘴里 细细的品尝着 这大概是七年里喝过最好喝的粥 她还陶醉在其中 抬头突然见到谭静在看她 恍惚肩呃的一声 我 两人几乎同时说 她谨慎的等着谭静开口 连打扰的勇气都没有 生怕她一个不开心 这个幸福的场景又烟消云散 平平可不可以就住在现在这个病房 她张了张嘴 原来是这事 提到嗓子眼的心瞬间落地 我 我也 她紧张的有些结巴 放心 我去解决这些 她习惯性拜了一半的包子给谭静 想想觉得有些不合适 又觉得经过昨晚的敞开心扉 他们的关系应该更进一步 才有了包子在空中 欲给又说又给的动作 她珍惜的吃了一口包子 幸福的滋味在口中流转 泪水冲击着泪线 心里反复确定这不是一场梦境 要出门的时候 她给谭静她家的钥匙 想要让她走进自己的生活 我不要你的补偿 她态度缓和 有些牛泥不安 她不想她愧疚 别着急拒绝我嘛 我没有别的意思 这不算什么 她眼里弯着破碎 心里藏着不安 叹出一口气 转过身 没有底气轻轻放下了钥匙 或许我们可以试试 意味着 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她连看着她说这句话的勇气都没有 害怕再次被拒绝 小心谨慎且卑微走 打开门 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 那些压得喘不过气的过往 突然不告而别 浑身有说不出的舒畅 念语胜去查房 其实是想找个理由 去看她的儿子平平 她还不知道怎么跟她相处 悄悄的挺起胸膛 给自己壮壮胆 迟疑了一下不知如何开口 转头问了身边的护工平平的情况 简单聊完后 她经过了好一会的心理建设 呼出一口气 收起笔 提起声音 平平在画什么呢 平平很警惕的用手盖住了画 第一句话就吃了闭门羹 突然间 尴尬印在她的脸上 护工看到窗台上的痘子 这个不用了吧 我去倒掉 两父子一口同声的说 别道 平平露出不解的眼神 这是她和妈妈的秘密 她怎么知道 一瞬间 似乎对这个叔叔多了几分好感 之前聂与生对她有敌意 她也能觉察 所以她对这个叔叔的距离感 由心而生 聂与生找到了话题的切入点 赶紧过去拿着杯子说 你也在生豆芽吗 平平点点头 有人告诉我 在泡豆子的时候许下心愿 等豆芽长出来了 心愿就会达成 你许的是什么愿望呢 等豆芽发芽了 爸爸就会来看我 又是一个让人心塞的答案 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样子 她挤出了两个字 会达 脸上写满失望 时光到底偷走了什么 是她的幸福 她与谭静的爱情结晶 心中没有她的位置 她回头看着平平 被抛弃的感觉再次来临 为什么想要抓住幸福 对她来说就那么难 谭静能来她家 她很高兴 这是她能接受她的第一步 很多时候 喜欢一个人而爱上一道菜 因为里面有幸福的味道 谭静在的时候 她怎么也学不会做红烧鱼 她走后 每次做这道菜时 就会想念着她 慢慢她做出了跟她一样的味道 平平验证了这是妈妈的味道 她别有生意的偷瞄着谭静 我对你的爱 从未忘记过 陶醉在幸福的两个人 被平平的一句话猛然惊醒 下次叫爸爸来吧 爸爸也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鱼 三个男子因为爱这个女人 都喜欢吃这道菜 空气仿佛凝固般 也与生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外人 她尴尬的搓搓裤子 我去打水 找了个理由离开 谭静看出了她的失落跟了出来 她回头看到谭静 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她能跟来 说明她是在意她的 你们两受委屈的样子 都是一模一样的 谭静露出了少女般的羞涩 她叹了一口气 无奈的笑着 这句话是告诉她 你们是血脉相连 她是你的儿子 尽管现在平平不知道真相 但迟早都会知道的 我过来是为了谢谢你 答应我的事情 你做到了 答应不患病房子留护工的事 她做到了 答应会做红烧鱼 她也做到了 等到机会合适 我会告诉平平 告诉她 她是我们爱的结晶 她眼神里充满温柔的爱意 不急 空气中弥漫着爱的气息 谭静逐渐模糊了双眼 露出了苦尽甘来的笑容 念雨胜 我等着你交班了 几点了 同事还赶着回去都刚出生的儿子 回头一看是谭静 意识到破坏了气氛 立刻闭上了嘴 没有注意到旁边的念雨胜 已经射出了火花的目光 是的 她为了做红烧鱼 耽误了交班 你说你也是 这是你说一声嘛 刚才你给个眼神也行 念雨胜一一不舍得 看着谭静离去的方向 因为刚才没有多意的眼神分给同事 念雨胜让谭静去她家休息 她犹豫着 还没有想好他们的关系是否该继续 家里有双鞋 是给你的 她小心翼翼的说 连鞋子都不敢当面送 害怕会被拒绝 只敢默默的放在鞋柜上 买了以前她喜欢的款式 这个款式她也有 那天谭静晕倒的时候 她也穿着 谭静满怀欣喜的试着她买的鞋 发现鞋子不合适 她如梦初醒 荒废了一场本来可以很开心的现实 尽管她还记得当初她的喜好 还珍视着她和她的一切 可现实在提醒她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了 就算她在原地等她 而她早已不是当年的谭静 你的深情已是我承担不起的重担 她买了早餐给他们母子 想为他们多做点事 有一区拿了泡了的豆子 对萍萍说 在家点水会涨得更快 她像之前哄其他小朋友一样 想跟萍萍找些话题 我知道 妈妈之前告诉我了 一句话就终结了这次谈话 看着两母子的冷漠疏离 她神情僵硬的找了个理由离开 念一声 谭静叫住了她 她不喜欢这身份的称呼 表情严肃转过来看到谭静时 很快就转成温柔的表情 见谭静拿着鞋子 她是开心的 以为谭静要跟她道谢 听到谭静说 这鞋子太较贵了 我穿不了 她上扬的嘴角瞬间下沉 抱着侥幸的心态问 试过了吗 大了还是小了 我去换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怎么努力都没用 她听出了谭静话外之意 泪似了心 平落在半空的手 仿佛拎的不是鞋子 是失望 她去买了所有的尺码 直接寄到她家 不容拒绝 是想告诉她 不论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可以改变自己去迎合你 你如果不愿意说你喜欢的方式 我会努力 总会找到合适的 我爱你 爱了整整一个曾经 也会爱你整整一个未来 我是甜蜜君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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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